大家好,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据统计,在所有路上行驶的吉普木马人里面呢 可能有70%到80%是从来没有去越野或者去4x4或者offroading 那也就是说如果大家是吉普迷想要买吉普 那到底是一个相对比较划算的二手吉普木马人好呢 还是说吉普里面有其他更合适的一台车呢 所以呢今天就这个话题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 当然唐大叔已经心里有答案了 那到底今天要介绍哪台车呢 大家莫急,看完之后莫喷 但是可以看这些先点赞呢 嘿嘿嘿嘿,就是这一台 同样熟悉的这个7GRIL的前脸代表吉普被喜欢的齐大舟 小圆头灯 前脸的吉普标志 放布垃圾的设计 一切呢,吉普木马人或者吉普该有的血统都有 那这一台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这台车的设计 以唐大叔浅显的这个对吉普的了解呢 嗯,我觉得是应该来自于大概在这个2000年以前才有的这么一台 啊,吉普切诺基,啊,XT,哦,XJ,应该是这个,吉普切诺基,XJ 啊,这一台车呢,被很多人说是这个吉普 当然,也说的是SUV的一个设计里面的经典和这个所谓 就好像达尔文的黄金比例一样 最最合理和漂亮的一个吉普的样子 所以其实大家现在看到不管是X5也好,不管什么车也好 所有吉普的造型,其实你看这个是很,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当然唐大叔刚刚瞄到了,在我们附近 虽然这有点远啊,希望大家看得清楚 这台停着的呢,我相信如果没有看错 就是一个吉普的CHEROKEE,而且大家可以如果眼睛先一点 前面这个有防滚蓝什么的,这台车是经过改装准备 已经是平时去越野的一台车 所以大家看一看两台车的造型,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那这台车当然不是CHEROKEE,不是现在我们叫的自由光的切诺基了 而是呢,这个小字,HATRIOT 我觉得这台车看上去,我觉得从设计上 第一,我刚刚说了,从原来小切诺基的这种很多灵感 第二的话,就是以前的大,后来叫大切诺基的 Grand Cherokee现在叫 但是现在呢,我们今天看到的,不管小切诺基还是大切诺基 早就已经没了原来的样子 都是已经变成圆滚滚的这种 甚至呢,都已经开始偏城市,偏奢华 当然这不是一个绝对的说法,是一个相对说法 而吉普设计里面那种方方的,那种粗犷的,那种简单的东西 慢慢因为可能市场需求或者说一些什么原因 慢慢的在大切诺基,还有小切诺基 也就是自由光身上看的不太到了 而最最纯粹的,我觉得从造型上面呢 也就是一个是吉普莫婉人 基本上这么多件设计,还是那种味道 另外一个呢,就是PATRIOT 大家也知道,吉普系列名其实除了PATRIOT 还有指南者,对吧,Compass 这两款车呢,唐大叔一直都没有讲 一方面原因,当然我喜欢木马人 木马人车型很多,木马人的文化也很多 可以讲的东西很多 另外一方面呢,其实Compass 虽然唐大叔也是在,也都喜欢吉普在卖吉普 但是呢,这个基本上我就是跳过了 我认为Tompass更多的定位是帮这个小切诺基 也就是自由光摸索的 从造型上也包括一些其他 是不是可以进入这个小SUV市场 因为可能当时看到了这个CRV本田的 还有丰田的RAV4,这一个竞争情况 或者说一个市场热销的情况 就想要进入这个Quassover 当然你看这个大小 其实Compass完全和现在一般来讲的 Fullsat SUV已经差不多了 那它不算是特别小的 可能比这个RAV4和那个CRV要大一点点 但是又比Fullsat SUV呢 小一点点吧 所以它是一个很可爱的这么一个 不叫Quassover 也不叫CTS SUV这么一个概念 说来说去最接近还是原来的Cheloky 就是我刚刚说XJ那些东西 那些车型 从造型上到那个感觉 当然说到这 大家可能如果是比较冲动型的人 急不可耐要去买 等一等些 现在唐大叔说一说 这台车的到底定位和一些局限到底在哪里 当然大家知道唐大叔推荐避暑精品 如果我自己这么假设说 就是我自己不可能会去开这台车 我是不会推荐的 那但是呢 每台车既然它有定位 有受众人群 所以它一定有它一些优点和缺点 那我跟大家讲一讲Patriot Patriot这台车呢 先从它的大的分类来讲 任何的车基本上分两种on-road和off-road 对吧 主要公路开的 还有一些偏越野的 当然吉普的话出名的是越野 但是呢 你光越野的话就像以前的汉马一样 到现在呢 销烂越来越低 因为它实在是有点太偏一边了 所以呢 吉普的 它这个长青树这个品牌 其实很大原因也在于它的不断创新吧 所谓创新和这个变化 推出了乱七八糟一大堆 我觉得有点多了 但是这不是我能决定的 这些车远了有点 那所以Patriot这台车呢 它是我觉得 就是我开场排出桌的那个 多数的吉普木耳人 他都没有这个拿出去外面遛过 所谓这个四驱或者越野过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也要想一想 为什么大家还是喜欢吉普木耳人 因为虽然现在的车科技啊 各方面方便便利啊都弄得很好 但很多人还是忠于这种所谓简单 就像苹果一样的这种概念 大家喜欢吉普的简单纯粹 还有它代表的文化 那所以如果吉普木耳人 你永远不会去越野的话 那很多东西第一浪费 第二的话 其实最主要 吉普木耳人经过 因为他没有竞争对手 到现在来讲应该价格 并不是每个人 或者说每个喜欢吉普人 都能承受吉普木耳人 或者大切诺基 这两个旗舰产品 旗舰车型 那所以PATCHER说到这儿 我觉得就是一个 用我自己的话来说 一个在主要路面行走的 这么一个吉普木耳人 同样简单的设计 很纯正的血统 这种方方的 很简单 然后在路上开的时候 很好开的一台车 我认为是一个喜欢吉普的 或者吉普迷 第一如果他喜欢吉普而已 而不会说太多去越野的话 或者轻越野 这台车是很适合的 如果说真的喜欢去越野的话 那相信还是25目耳人 可能更好的选择 当然这个也顺便一提的话 就是这个车的价格定位 在整个吉普家族里面 这台车应该是说 也得过这个奖 性价比最高的车 另外的话 它也跟木马人一样 其实是没有竞争对手 我看了这些 比较其他品牌的车来讲 像这样子 刚刚我说的 又不是城市SUV 又不是超大的SUV 其实这个大小 还有这个定位 还有这个感觉 还真是没什么竞争对手 而且他摆了一个很好的价位 如果你准备入手一些小型 就是说年轻朋友 或者第一次买吉普的 或者是就是喜欢这个品牌 但是木马人可能并不真的适合他 或者暂时不适合他的人 那假如你花两万多块钱去买一个什么 这个Honda Civic或者丰田 Corolla的话 那不如买一台可以这么好的吉普 第二的话 因为这台车子大小 它还是SUV 在这个价位里面两万多全新SUV 全部保有这个厂房保养的这种 质保的这种车 你想买也是除非年纪很高 年份很高 所以你大学四年里面有一个这个 买一台全新的车 全部的保养 费用什么都是可预见和可控的 然后呢 因为这个车的空间又过大 朋友去玩 这个是很适合的一台车 甚至家庭喜欢SUV 喜欢吉普 但是也是一样道理 可能这个吉普木马人不一定适合他们 或者是这个实在新车太贵了 这台车也是很好的选择 那说到这呢 应该要讲一下这些 这个 讲一些这个数字上的东西 今天唐大叔呢 牵出来这台是一个 这个最基本的 Patriot Sport 它是两驱的 然后是首排的 也就是说所有级别里面 这个最经济实惠里面的最最经济实惠 但是呢 一看上去 我觉得白色配黑色轮子是 黑色轮圈是很漂亮的 而且黑白相间的这样子 从整体设计上 刚刚已经说过了 大家一看上去还是很有吉普的味道 SUV的看上去之余呢 还是有一些方方的这种很吉普 当然只要45度脚以上 或者是60度脚以上侧面看 就马上看到吉普的标志性圆眼睛 还有7Grill 还有吉普标志 然后呢 大家再仔细看看 这台车虽然是一个Sport基本的配置 你看它上面已经送了你的这个 这个行李架 对吧 然后最下面呢 其实算是单色 但是有这块 也算有点双色的 黑白这样子 和轮子直接过来 这块黑色 我觉得是蛮漂亮 门把黑色 所以白色是不错的 当然其他的包括红色配这个黑色 还有其他颜色 甚至蓝色都蛮好看 所以这个从造型上 我认为这台车是很不错的 你不会说认为它是一个对吧 像我们旁边停的这些小破车 不会是一个 你说不出来这个车到底是怎么样 贵还是便宜也好 或者是怎么样也好 但是一看就是吉普 如果是搞不好 还以为是从六七十年代 穿越过来的一台吉普 那大家再看看后面 后面呢 可能没有参照物不好看 这个车大小 但是呢 其实后面的 除了两排座位之后 我们从窗户这瞄一眼 后面的 trunk 也就是这个后备箱 还是很大一块空间 我目测放两个大行李箱 还有一些其他的完全没问题 一会儿我们再去看里面 大概呢 外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从侧面看呢 这个镜子 是很像吉普木碗人的镜子 也是有点正方形的了 带点圆圆的 然后唐大叔喜欢的 既然简单嘛 说来说去老说简单吉普 一定要当然手熬窗了 手熬窗 然后旁边门上也有个音响 那坐进来之后呢 首先坐进来之前 跟大家看看这凳子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椅子 它是属于一种布椅了 但是中间呢 是一种很舒服的这种 这种像沙发的 上面呢又像有点绒吧 这种感觉 所以这坐上去很舒服的 旁边是这种弯弯的 有点像赛车椅一样 很舒服 再看看这个就更清楚一点 那后面的座位呢 也是同样的 是一个四乘六 就是说左边两个人60% 右边40% 那它分别躺下的时候 可以放东西啊 对吧 这样有更多的空间 这些都比较一样的 当然头顶的位置 这台车应该一般的SUV 这个城市SUV都比不了 甚至一些大的SUV 所谓Fullset SUV都比不了 那这台基本款呢 是没有配天窗 当然就不能像木马人一样 把窗户拿掉了 但是呢 这样的设计肯定会安静一点 但是这台车也是有这个空调 空调这个 这个Train Level这个级别 那中间呢 大家可以看看 只有速度转速 右边是这个油温 左边呢 这个是油量 很简单的 就这么几个东西在中间 然后呢 空调出风口 完全用的是木马人 吉普木马人一样的设计 当然吉普木马人 是可以不断转 不断转 这个的话 它是呢 就是这样子 但是看上去很有吉普木马人的感觉 另外 基本款里面呢 就是CD Player 还有那些听收音电台的 就这么简单了 调整音乐 音响可以稍稍调掉 中音低音啊那些东西 也就仅此而已了 下面就是空调控制 也是一目了然的 那再下来也没什么 这些都是标准的了 这个防滑的东西 如果路况很好可以关掉 但是呢最主要是下面这里 我觉得如果要买这样的吉普 其实我很建议买手排 当然如果是自排的呢 这个是六速的 手排是五速 刚好和木马人是反过来的 木马人是 自排是六速 手排是 自排是五速 手排是六速 这个是 这个手排是五速 自排是六速 那运动版搭配呢 是一个2.0的四缸引擎 再上去 这个两驱一般都是这样子了 当然如果选项四驱也不是不行 那四驱的话更推荐选择一个 这个2.4的四缸引擎 旁边是一个这种开放